安解人员地上塑胶带 请旅客把行李中的液体倒出来 这种场景以后在英国西斯罗机场 可能看不到了 英国首相强声宣布 英国所有机场必须在2022年底之前 使用新的3D扫描设备 西斯罗机场将率先成为模范 预计投入超过5000万英镑 将近20亿台币来全面更新 西斯罗机场每年旅客有7000万人次 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新的3D安检仪器 可以让旅客不用把液体 还有笔记型电脑拿出来 就能查得出是否有危险物品 不仅能加速通关 也能大大减轻安检人员的工作压力 再来信用女方编译